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楠,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香港家族企业不在少数,而当下香港排名前十的富豪中不少都年于古稀 而这些人几乎都开始安排接班计划,其中就包括李嘉诚 2018年,香港富豪,10年90岁,任长河系主席,长达46年之久的李嘉诚 正式宣布退休,将商业帝国交报于长子李泽聚 而他也开始培育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 据港媒消息称,李嘉诚,23岁的长孙女加入了家族的地产公司 李嘉对于孙辈们十分保护,极少在媒体面前露面 外界对此也知之甚少 那么这位神秘长孙女,究竟是何许人也 1996年1月出生的李斯德,是李泽聚的长女,她的母亲为王力乔 资料显示,她于2018年担任家族私营地产公司兆丰地产董事职务 这位23岁的女孩是李嘉诚孙辈中,第一个进入家族产业的人 也是这家公司20年来第一次董事变董 她的董事会同僚包括父亲李泽聚,以及叔父李泽凯 此前,李斯德还于2018年5月被李嘉诚委认为慈山寺董事 众所周知,李氏家族的保密规格甚高 在李斯德上学时,每天就有数个保镖接送上下学 外界想要获悉一些消息都很困难 可以说,她在前20年过着隐形埋名的日子 2017年,李斯德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潘迪生法律学院毕业 对于李斯德这个长孙女,李嘉诚也是很喜爱的 一毕业,就早早地将价值700亿的港币财产当作毕业礼物送给了她 而李斯德因为700亿的身价成为了90后女首富 此外,李嘉诚还曾花20亿,买了一栋豪宅送给孙女 唉,看完化身柠檬精 看完这个视频,有想说的,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,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,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